我跟王子月现在没事 以后也不会有啥事 你家里有老婆呀 家里没有 心里有 我睡得着 虽然实力是要相差悬殊 但我们的机会是出气制胜 报告长官 她来不了了 但是她让我带回来一样宝贝 明天的轿子都安排好了 是 明天你只去出三个轿夫就可以了 让她当第四个 八路的阻力部队出现了异动 他们实在向我们定西迂回包抄 武功队明天一定会在八仙龙洞上 滚 佐藤 你是我最看重的部下 所以我才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接下来你要仔细看清楚 长官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还有 我是老左 是左家庄的普通农户 不是什么左洞俊曹 还好 阿明 你就吃一口吧 一天了 你别傻了 他不会来了 勇哥是个敢做敢当的男人 他一定在想办法 万一看错了呢 我不会看错 我感觉他就在我身边 在哪儿呢 你就听娘一句话吧 男人 没一个能信得过的 什么勇哥梦哥 都是松口 万一他来了呢 他要赶来 娘就一年 我们定个期限 明早七天以前 行不行 好 如果到时间他还没来 我就乖乖地上花轿 从此死心塌地 从此死心 行 就这么办 来 你先吃一口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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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够了吧 阿明在哭呢 队长没让咱来这儿 咱还得赶紧回去汇报情况的 走吧 他在哭你没看你啊 那你想怎么着啊 不行 我得过去跟他说句话 你别乱来 咱明天就把阿明抢回来了 明天的行动是真刀真枪地干 子弹长眼睛嘛 万一上这儿阿明怎么办 相信队长 这不是你在家说的话吗 问题是队长的身体 明天的行动他肯定参加不了 就算队长参加不了 你会还有这帮兄弟呢吗 能走了 走吧 走 走 试完了 好 老吴啊 啊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 不知道的不打听 上集是没有让我告诉你 但是这一次我可以告诉你 那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我有任务要给你 什么任务 军区的其他四个武功队 已经到了城外 三团 武团 独立团 也同其他的三个方向 向我们集中了 明天 就是我们和定西的鬼子 决战的一天 真的要拼了 机会难得 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你说 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这一次的任务是 司令 报告司令 我们武功队什么时候出发 司令员 四支武功队都到齐了 同志们求战欲望都肯告 好啊 继续耐心等待 仗 有你打的 别跟我嗡嗡叫 是 什么 还等 我们该进城了 明天的仗 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要等高分量的消息 八仙牢是机会 还是陷阱要由他们来挺 是 是 落笔马啊 落笔马啊 没有 杀手 无亏手啊 八仙牢啊 没电 六比马啊 没有 八仙牢啊 六六岁啊 五亏手啊 没有 没有 你 八比马啊 六六岁啊 五亏手啊 没有 没有 八比马啊 五亏手啊 六六岁啊 五亏手啊 六六岁啊 五亏手啊 落笔马啊 六比马啊 谁要没有 三十二岁啊 五亏手啊 六比马啊 八仙牢啊 六比马啊 没有 杀手啊 来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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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咋回事 咱们还这么多人吃饭 这不应该啊 我都告诉了 今天明天咱全包吵 他这咋还营业呢 你连这点事都办不好 董家 我 报答队长 报答队长 你 你亲自来了 快 离边请 离边请 请个屁 我不是告诉你 今晚上不让你营业 为明天做准备吗 咋的 我说话是放屁啊 马二爷 这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等客人走了 小店 今晚通宵问津准备 行 你不讲究 就别怪二爷我不给面子 我现在就上楼 把你吃饭的那些客人都轰走 这 马二爷 马二爷 王大队长 这 您消消气 这可使不得呀 那我做事不得呀 没有 你回答我 爷们 在下飞舍队副队长马上捞 在座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 不管认不认识 希望今天给个面 撂下筷子走人 这顿饭我请了 那要是不给面呢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警备大队的刘队长吗 来喝喜酒来得太早了 明儿才是正日子 少废话 明儿 全镇西有头有脸的人物 全都请了 为什么不请我们刘队长 对呀 全镇西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了 为什么没请刘队长啊 是不是刘队长做过什么 对不起我们大队长的事 来 刘队长 他娘长得跟个土豆子的 你还要动手 说对 老子今天就是来动手的 大队长乱过来砸场子来了 迎亲队伍去的时候走新入路 接上新娘以后 然后从容商街直接去拔鞋楼 什么新娘 那是我的阿明 我请他们一说 还有队长 特战队会全程护送营群队伍 到时候拔鞋楼的鬼子就少了 队长 队长 冲起手来不会伤到阿明吧 队长 那个咱们干掉安门四郎 大部队真的会空是吧 咋啦 这王紫月怎么还没回来呀 真不让人省心哪 打发打着 你怎么敢打我 我这天 不走 别动 冲衍枪 队长队有令 不许改枪 撤 站住 冲家 他怎么打我 土豆糕 砸了老子的厂子就想走 去年我过生日 你说怎么砸我厂子的 不服咱那时候去练练 跑的是孙子 长官 谁干的 他 长官 请您替我主书公道 他故意杀我厂子 够了 两个都是大队长 居然在这里打架都 成何其通 滚 是 是 长官 这里不用你管了 我不让他们布置好的 走吧 是 明天 这里要举办一个重要的婚礼 都回家吧 站住 真是太别气了 这不就是个偏价吗 你懂个屁 咋了 总教 明天这里肯定会发生大事 是 是得发生大事 明天您结婚吗 还有比这事更大吧 连伙计都换成日本人了 版本亲自来是啥 你认为这只是我结婚的事吗 那还能有啥事啊 不行 我得跟版本把这事情说清楚 放开 放开 日本人惹不起 老子什么都可以忍 但是 我心里得搞明白 东家 东 东家 太军 我是梁敏啊 太军 梁敏 一看你贼没熟眼的 就不像梁敏 一定是彩典的贼 好好的审问他 看看有什么同伙 是 太军 你就要忘了啊 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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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来这里捣乱 是 各位朋友 明日的婚礼 是日中新颤最好的见证 我们不欢迎小偷 但是 欢迎你们 都来观礼 现在可以走了 站住 如果今晚这里就响起强声 明天舞宫队还会来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王彪会突然出现 更不知道 他会跟刘二狗之间发生冲突 刘二狗 就是为了闹事来的 他是你直接管下的部下 你视线一点没有防范吗 程官 我真不知道中国人之间 会发生狗咬狗 每一次失败 都是因为细节 你要向田中好好学习 要不是他的手下及时制止 这里一定会发生强战 对不起 二位 人官 我刚才跟刘二狗 狗咬狗 给黄军添麻烦了 还好没出大事 既然给黄军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我明天的婚礼干脆取消 这样谁都省事 八道 请敢威蝎黄军 什么人 客人 客人到这儿来干啥 吃饭 你吃饭 干什么了 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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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儿闹 飞车队的 有小兄弟聊一会儿 泰军慢走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我马儿闹不想把事做绝了 抓紧给我离开这儿 我就是来吃饭的 行了 你们这些跑江湖的 还能逃得出我马儿闹的发言 吼什么吼 回去告诉你们帮助也好 债助也罢 想天底下发财的机会有都是 千万别在八仙楼这儿给我闹事 抓紧滚蛋 好 你啥玩意 弄玩意还鸡眼呢 告诉你 你的婚礼并不是你个人的事 难道是长官的事吗 八仗 一层 莫表 你的确是个非常精明的人 但你还是把我当成了傻子 我错了 我这么看重这场婚礼 的确有些反常 你懂得思考 并发现了问题 我很欣赏你 我只想知道真相 这场婚礼是一个圈套 而你是诱饵 我是用来钓武功队的牺牲品 而八仙楼 就是决战的地点对吧 第一 你不会是牺牲品 因为敌人毫无胜算 第二 你钓上的 不仅仅是定袭的武功队 而是更多更大的鱼 为了行动保密 所以暂时瞒着你 请你理解 长官 这些我都明白 但请您要信任我 我当然信任你 王队长 你对于这次的行动 有什么看法 八仙楼的兵力 不能不止太多 否则敌人不敢上钩 但八仙楼的力量 又必须强悍强大 否则敌人很容易脱逃 所以我让天忠的手下 假扮成八仙楼的伙计 伊藤的手下 也选出了一对精干的士兵 藏在了后院 长官 这不够 我知道不够 但是我又不能安排太多的士兵 否则就打草惊蛇了 人不在多 而在精 我们可以安排几个特殊的客人 混在人群当中 一旦有事 突然出手 侵贼侵王 抓住武功队队长 这倒是以欺人之道 不过 这样的人 上哪儿去找啊 长官 你让我找的高手已经到定席了 几个 目前到了三个 美人身怀绝技 对护武功队 绝不吃亏 如果高风量出现 很难逃脱 口说无凭 我要见见 您已经见过了 版本四郎在八仙楼是有所防范 但我看啊 这都属于正常的安保范围内 让特务假扮跑堂的 这也算正常 队长 明天毕竟是打草 有几个便衣也可以理解 要都全虎装在那儿站着 那也不好看 我 你还挺懂这办喜事的嘛 见得多了吧 画好了 这是八仙楼的内部结构图 地形有点复杂 要想把敌人一网打尽 还真得好好布置布置 谁把谁一网打尽 还说不准呢 没那么可怕 贾庄城跑堂的特务 大概有七八个人 各处的哨兵 顶多也就十几个 我们是突袭 胜算不小 后院这几个小屋是干什么的 这几个小屋 应该是杂物间 你没进去看看 真要看呢 被马儿闹给搅着了 你们过来看 这几个小屋 藏个二十几个人 不成问题 以大金牙的实力 不至于吧 队长 高队长 到底干不干呀 这城外所有人 可都在等咱们的消息呢 副队长 这种情况 你觉得干还是不干呢 干吧 干呗 嗯 那就干呗 报司令 电报 旅队长 通知各武功队 行动 好嘞 司令 是高分量的消息吧 那主力部队怎么办 就地隐蔽 准备战斗 八线楼一旦得手 立刻攻城 是 长官 他们到了 你们刚才表现得 完全像个普通客人 很好 第一关已经通过 也许本来就是普通人 一旦长官 你既然这么说 我想斗胆请您试一下 他们是不是普通人 谁想试 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 在下孙玉峰 愿你一事 你会什么 在下宣承 擒拿和追踪 江湖人称 今天大胜 就是在下 我听懂了 我跟你试 老闆 老闆 你就坐上 老闆 奶 老闆 老闆 小路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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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长官 好功夫 我输了 你输了 是不是认打认杀 够了 给自己留点脸面 很好 说说 你为什么来帮我们 不瞒长官 我们之所以要淌这趟浑水 无非是想要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小黄瑜 听说抓着一个武功队 活得能给二十根金条 死了也能值十根 是这样吗 没错 好 只要他们敢再出现 就别想跑得掉 但我要提醒你 武功队个个也是高手 不可轻敌 多谢提醒 好 长官 这位是武通武三爷 练就了一身金融罩铁布衫 力能扛顶 久仰了长官 他没有准备好 请再给他一次机会 不用 我刚才那一掌不压于一刀 他能扛得住实在是不可思议 多谢长官夸奖 您这一掌我终身难忘 嗯 长官 这位 是我要最隆重推荐的 踢遍北方十省无敌手的 鬼脚礼 这里不需要你 你可以走了 等等 是 站住 大局 我们是给八仙楼送出的 免电用 拖一下 解开 是 是 长官 他真的是顶尖高手 你为什么不用 功夫好 只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要忠诚 听从指挥 他这么狂妄 你能驾驭得了吗 他是有点怪 可是有真本事才会这样 有什么真本事 让我见识见识 让老子白跑一趟 我也得给你留点纪念 神道扬之后 我没遇到过你这样的高手 正所谓高手相争 一招定生死 刚才你若不手下留情 我已经死在你道下了 这不算正式的较量 希望有机会 那 后会有期 等等 留下来 可是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听指挥啊 没关系 明天 我只需要你明天帮我一次 一个武功队二十根金条 四十根 才配得上你这样的绝顶高手 痛快 痛快 王队长 长官 新浪官 你可以准备你的事情了 是 义腾 这便就交给你了 抓紧时间收拾好 报告 城西六号少佐出事 士兵们都被杀了 我们的客人到了 既然来了 就让他们永远留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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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帮着迎接 还真没见过 干了这么多坏事 还不得小心点吃 公家 情况不太对啊 盘稳太军不要抓武功队吗 咋把人都派咱这来了 这细时沿着八路看的 你倒是入戏了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发糖吗 我身上问这事 你这一发糖招了这些孩子 这多少糖果啊 招的就是孩子 这孩子一多 武功队想着动手 他就得颠量颠量 这点糖算什么呀 高啊 真高啊 让他们慢点走 武功队的目标又不是咱们 只要八线楼的人到得差不多了 他们不会管咱们在不在 他们准得这么说 对 到时候八线都打着稀巴烂 咱还得到哪 咱就坐山滚虎头 你脑子总算转弯了啊 跟东家学呢 东家 你说这五红队不会跑了吧 不可能 班本这回准备充分 八路有去无回 不过困兽也会咬人的 咱们懂得越远越好 要照这么说 今天那仨高手有钱赚了 人家那钱是拿命换来的 你要掩查案 你可以赶到八线楼去 我可不去 我这命理金条重要 我还得留着他跟东家 吃香的喝辣的 东家 你等过两天 我好好张罗一下 跟你补办一场婚礼 到时候咱不要疯了 只要平安 今天就是委屈阿敏了 人生就这一次还要被利用 真对不住他 东家 你是东真情的啊 你说我对他那么好 他还一万个不乐意 装 绝对是装 我跟你说 等今晚上过来 洞房花热夜 他明天肯定跟你死心塌地的 别没争取 那个前面啊 都给我慢着点 有啥本事都使出来 难得疯狂一次 这狗日子大金阳 这沿路还发生喜糖了 喝得得死的 大伙 你有点出息没有 你把他捡回来干啥 别让我看见他 拿走 这好东西得吃啊 副队长 吃糖 这糖啊对脑子好吗 来 队长 就一块啊 就一块啊 就一块 就一块 一共多少人呢 我想想啊 这啥问题了多少块糖 不是多少人 鬼子有三十多人 飞车队十个人 好啊 这特战队有这么多人 那八仙楼的人就少了 那也不少 能少点是点 队长 队长 你就踏踏实实地 在这儿等我们的好消息 行动 站住 队长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你真的不能去 听话啊 队长你放心 我们一定把板板的人头 给你带回来 就是队长 你去我们还得照顾你 那个队长你放心吧 这不是都在呢 啥事没有 少废话 我必须得去 大伙 背马车 马车 这 你这坐着马车 怎么进八仙楼啊 你还下不下车了 再说 你怎么才能让鬼子 不能发现你啊 就是队长你这样去到那儿 也不方便哪 谁说我们要去八仙楼了 你说什么 这糖可真甜 老吴 八仙楼那边就靠你了 你确认鬼子的头目 到了差不多了 就发出信号 武功队的同志 会立马行动的 可我不认识他们呀 没关系 你就穿这身去 他们认识你就行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 一定要确保 你和同志们的安全 放心 宁死完成任务 哪能死呢 以后的工作还要你来做 走了 站着 任务都清楚了吧 明白了 可别再像闪会一样 您放心吧 去吧 掌柜 迎亲的队伍已经出发了 让归天按计划行事 明白 但为什么要派那么多人 跟着大金仰 这边一旦打响 他们来不及赶过来 他们不需要赶过来 他们不需要赶过来 他们的任务 只有两个 第一 徐长生事人 给高风亮看 让高风亮 放心地来八仙楼 第二 这里打响之后 他们的任务就是封锁外围 抓捕那些 侥幸从这里逃脱的敌人 明白 原来一切尽在长官的掌握之中 你去吧 你去吧 人的一个人 起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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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九龙道海不齐了 三山五岳不翻船 二旅队长吕神舟 果然身手不盈 新来的情波战两吕波 也是身手不凡的 既然来了 八千路的地形 跟我们讲讲 不用了 当然要用 我们几个队长商量过了 十分钟之内必须解决战斗 所以对八千路的地形 越了解清楚越好 不用了解了 为什么 因为那是假情报 用来迷惑敌人的 这才是真的计划 司令员亲手谢的 没什么问题吧 问题倒是没什么问题 可是不应该隐瞒自己人 自己人 经过这么多事 那些是自己人 这事我没关 八千路多好的机会啊 要不去试试 多可惜呀 的确是个好机会 我也想亲手杀死班本斯了 但是有什么问题 你们去问高风亮 现在必须利息执行任务 是 是 是 报告司令员 吕波来报 一切案计划进行 好 几个团长都在问我 大部队什么时候进行定行 现在还不能告诉他们了 还是让战末师们 要个准备的好 不用 我们不进宫 什么 不进宫 对 这只是一次进宫的演习 演习 我们可一直是按照实战准备的呀 要不 怎么能像真的呢 这也太逼真了 没错 除了我 你是第二个知道的 那我去告诉团长们一声 不用 让他们继续待命 既然演 那就演到底 可是 这是为什么呀 高风亮说的对呀 我们没有本钱 赌着这么大 不能犯冒进出去错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东家 前面就到小嫂子家了 小娘子细皮那肉 大东家可别落手催花啊 说什么呢 不是告诉过你们吗 小嫂子是大队长明媚正娶的大老婆 可不比以前那些粉头 一会儿到了阿民那儿 可不准提什么粉头啊 那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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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队长 要不要催催她 本本长官的命 是让我们跟着 什么也没有 嘿 好 他娘 再不装办就来不及了 大队长怪罪下来 可担当不起啊 闺女 你自己说的等到七点 可这时间早就过了呀 我说等到七点 花轿来 七点是过了 可花轿还没来呀 你别做梦了 你那个二勇哥呀 他不会来了 他会来 你给过他机会了 你去找过他 是他变心了 他不要你了 闭嘴 我不管 花轿没来 我就是要等 来了 花轿来了 他没来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闺女 认命吧 嫁过去 也没什么不好的 你要看得很准 王队长 不管咋的 对你是真心呢 起码比那个阿勇真心吧 谁稀罕他们真心 都不是好人 我现在就去把大家看了 你觉得咋样 我觉得队长能把你砍了吗 别瞎琢磨了 赶紧走 还得回去报告你 我看不准什么 你先把你砍了 你保证了 你不肯定是相这样 好 你老板 下者 我会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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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 我说阿勇真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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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队长 你怎么样啊 要不让大伙先送你回去 我们几个能行的 我必须在 这次不光是我们 几支兄弟武功队都来了 咱们要对他们负责 队长 这次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搞出那么大动静 结果又放弃八仙楼 是啊 队长 把鬼子当官一国断 上哪儿找着好事去 你都知道是好事 那坂本四郎更知道 就连老孙家的一箱手雷 他都射那么大一个拳套 何况这次 就算我们能打死 几个鬼子军官 但是我们 会有更大的牺牲 这冒险啊 总是难免的 不到万捕都已的时候 我们绝不能牺牲 打鬼子不是一锤子买卖 我们武功队 要做坂本四郎喉咙里的一根刺 虽然不能立刻要他的命 但要让他 时时刻刻都不舒服 那你之前的计划 都是给坂本四郎看的 应该说是给内奸看的 内奸一定会把消息 传给坂本四郎 只要他把注意力放在八仙楼 我们就有机会歼灭飞这顿 活着大金牙 我们的胃口不要太大 能吃掉大金牙就很不错了 为了一个大金牙 有必要调动那么多的力量吗 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的不是他 是和他联系的内奸 内奸 内奸 内奸不是已经明确 是吴仁毅了吗 吴仁毅只是一个小卒子 你怎么知道 吴仁毅不可能知道 老孙护送首长的时间和路线 一定还有更高层次的内奸 明天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多想能有人告诉我 一步一步走过漆黑的夜 是否有不一样的世界 睁开双眼 明亮的画面 新红色的旗帜 写下多少宣言 感觉到温暖 内心充满阳光 美丽的新世界 距离明天不再遥远 是谁内心无比坚定 脚踏着泥泥 仍然憧憬 笃定渐行 未来 就带动美好 所以勇敢逆着暗留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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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